好,稍微讲一下就是12月27号就是早上大家登录之后发现的风折高效的一些任务 就突然间消失,就突然间过期了 然后呢,其实这个原理其实跟御苑的NPC那一次出的bug有点类似 但是他这个原理大家应该都知道 但是还讲一下就是他提取一个思路 就是因为任务来讲的话 它是有他每一个任务 它对应一个代码 那这个代码是不能直接搜 但是Visit他这边是有XML文件 那XML又是可以用ECL来打开 所以你就用ECL打开之后,你找到他这个任务代码 你在打开的时候找到XML 然后就打开等一段时间 好,他加算完之后,你直接用ECL搜查 然后你搜一下他任务名就可以,封知高效 那他这一块就是他的任务ID 你只要找到他就可以 对,然后就是52348,这也开始 然后你下一步就是通过CHECK CHECK就是任务当中 他要进行这个任务出现的一个检查 一些信息的检查 他只有符合条件他才会出现 那这里就可以查到,其实他是12月27号 就过期了 这应该就是他在开始之初就给你定了一个结束的时间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包括后面这些应该都一样 都是这样 所以他一下子几个任务一起消失 都是这个原理 然后我再延伸讲一下就是 以这个半岛第一个任务 叫那个丽莎的镜子为例子 讲一下这个 我们提取到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就是你在没有接任务之前 他在任务列表的那个 还没有接任务之前 他的任务列表会有一个提示 那他这里就是名字 还有他要去要你提示的一些信息 还有等级啊 NPC之类 然后你接任务之后 他会在任务进行当中 那个列表出现这些文本 然后呢 因为他是那种白色的对话框 在绿色的那个对话框没有出之前 因为绿色对话框是在服务器当中存储的 白色对话框是可以查到 那么他就会在C里面出现 这样子 他会进行一段对话 然后 你yes和no就是接受不接受 要接受会拒绝 然后包括他一些具体的一些代码 他有个指向 这警号P就是NPC 警号I就是给你一个道具 然后呢 你这个对话完了之后 他还有一个执行的一个 就在at怎么变 这个at是看你这个任务要如何执行下去 也就是说第一个任务 你完成完了之后 他要指向下一个就是1001 因为他是一个连续任务 做完了一个任务 他的下一个任务才能够开启 然后如果这个任务没有next quest 他就意味着这个任务 你做完就接着 然后他会送你这个id是道具 如果这个count 如果这个count 他是大于0的话 他就是送你的 然后他的potential 这potential 这potential 不只是说他就是装备 他只要是正常的道具 他就带一个normal 或者c级 然后如果这个任务 他count 就是负 就负的话 他就是没收这个道具 然后就是再给你经验值 esp 这样子 然后check呢 check是看你的这个任务出现的条件 出现的条件 就比如说你去 这他告诉你npc 就是你要找npc出现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就是这个东西 这就提取了一个思路 还有这些职业 职业是0的意思 就是他是新手 那么再来就是你在进行了文件对比之后 他不是有个html吗 这html如果你打开quest的话 他是可以查到一大堆的这个任务信息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四个at check questinfo还有say 这主要是这四个最重要 然后就是add的话 add就是他看你这个任务是如何执行的 check的话就是这个任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他就是他怎么出现的之类的东西 当然quest最重要的当然是information 他下面这堆info questinfo就他任务列表当中出现的 这基本上都在这 只要他不是那种绿色对话框 如果绿色对话框 那就在服务器当中你就找不到的 包括中间一些对话 如果奖励全在里面说了你是找不到 所以说剧情你是找不到任何内容的 除非他是用那个白色对话框 就写的say里面 那么同样的 因为他的information全部写在这里 有时候测试符会出现一些就是因为他先出来是韩语的一些包 有时候他就是按照韩语的他韩服当时的一个时间来写他一些活动 那么他的活动时间可能跟你实际上就不一样 这时候你会倒过去去查一下 比如想查一下春节活动 他虽然告诉你这1月18号 你可以反过去check的那部分去找呀 他是不是真的从1月18号开始了 只要是在check这一块你去确认才他才真正可以去 那就可以知道他还可以具体到时间 就是早上9点开始啊 这就是一个提取思路 好 这就是这一次稍微讲由峰值高效 为什么会关闭 然后延伸讲一下quest的一些提取思路 主要是你要有那个xml 然后你打开他的ecel 用ecel来打开找到他代码 最关键是你要找到代码 然后反过来再check addquestinfo还有same 去找到他对应的一些具体内容 就这样子 有点 感谢观看